最大的後遺症就是如同我剛剛有提到的 它以後就是不能哺乳了 除了哺乳這個問題以外 其實它對於其他身體部位 並不會造成什麼影響 其實也不會造成什麼荷爾蒙的改變或是什麼 貧窮手術基本上它是會把乳腺拿掉 所以它還是有一定存在的併發症的 所謂的併發症 其實最常見的大概就是美觀上的問題 美觀上的問題指的是 皮膚有凹凸不平 皮膚下垂 甚至比較嚴重的萬一在醫師比較經驗不足 它的情況下它可能保留太少的脂肪 或是皮膚流的太薄 它有可能會造成比較嚴重的皮膚壞死 然後乳頭乳孕壞死 的情況 因為可能以後就沒有乳孕或乳頭 甚至皮膚壞死需要直皮 那另外可能 有一些人可能會產生血腫 這種血腫也是 有可能產生的併發症 但是血腫的問題通常其實是 處理完大概就不會造成什麼永久性的傷害 通常如果醫師在處理這方面比較有經驗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可以避免掉這些併發症的產生 有些人會不會造成併發症 有些人會不會造成佛